报道称 因出口衰退 投资不如预期 台统计部门再次下调今年经济增长率至1.42% 较今年8月1.61%的预测值下调0.19个百分点 为14年来新低 今年的整体的经济的力道不弱过去几年的强劲 第二个再加上说通膨的因素 过去比较赖以为重的外销的这个产业 今年的状况普遍的获利都是在下退 岛内景气低荡徘徊 加上通货膨胀和缺工影响 让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 预计今年年终奖金平均只有1.08月 比去年少了0.25个月 恐创十年来新低 其中住宿餐饮业成为垫底 仅发0.59个月 住宿餐饮业是在整个缺工的状况 算是比较严重的部分 年终奖不如预期 调薪也变得保守 据统计表示明年会调薪的岛内企业不到一半 赚的全明显变少 就要开始省吃解用